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王瞳仍感到相当担心 于是当天上午在出发至宜兰工作前 特地找来两名教友关心艾成 两人抵达现场后等到王瞳离开便上楼 发现艾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两名教友只能站在门口小心翼翼地安抚对方 未了才过了不到一分钟 艾成就不见了 两人健壮吓坏了 赶紧报警求助 生前艾成就是相当虔诚的基督徒 曾透露自己是因为教友才走出低潮 先前更曾公开自己中邪40天的影片 当时被十名教友压制在地 群体为他祷告给予力量 他才逐渐好转 艾成来台发展多年 但2016年却陷入生人谷底 当时还是女友的王瞳 因在日本工作不在身边 而是他的堂哥发现艾成不太对劲 赶紧要王瞳与艾成通话 才惊觉他疑似中邪 艾成回忆自己当时过程 坦言当时状态宛如电影 大法师 一般被送到精神病院 也没有医院要收 就像是被骄傲鬼附身一样 每天都会听到有人叫他去轻声 也会不自觉地用头猛撞地板 或是在教会里横冲直撞 冲到路上等车碰等等 甚至还会趴在地上爬行 舔别人的脚 整整七天没有睡觉 而这恐怖的过程 也被旁人拍了下来 就连艾成的爸妈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影片中 只见艾成满脸帐红 眼睛布满血丝 不断狂吼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 无法控制 教会的家人一度有十人 冲上前压制他 为他祷告给予力量 最后他们还24小时排班陪伴 才让艾成找到人生方向 回到主的怀抱 艾成恢复正常后 也忍不住再哽咽落泪 感谢教会家人不放弃的陪伴与支持 并强调没有他们 我早就死了 事实上 艾成生前曾有次身体非常不舒服 担心自己一睡不醒 已经对王瞳交代遗言 更曾透露 如果我现在死了也没关系 麻木的模样让好友相当担心 如今不幸身亡 令亲友及粉丝们不舍又遗憾 事实上 近年艾成过得十分辛苦 因为疫情连番冲击 他忍痛 收掉自己所创的爱乐沙 扛起五百万元债务 不过 在艾成积极还钱时 身体却出现状况 他透露 某天唱歌唱到一半 突然感到头晕目眩 回家一凉血压 竟飙高至一百七十 心跳也有一二零多下 这让他不敢睡觉 生态一闭眼 就醒不过来 于是他抓着王童的手交代一言 你不要睡 因为你睡了 搞不好我明天就看不到你了 艾成曾提到 若哪天真的离开了 我最舍不得狗狗跟王童 于是艾成开始注意健康 调整时间 就为了能陪伴心爱的老婆和宠物久一点 另外 王童曾在直播中哽咽控诉 自己仿佛是跟一个机器人 木头人结婚 他要的不是一个很会做家事的老公 而是陪他聊天的人 听着另一半对自己的不满 艾成当时心情相当低落 好友张云金泽透露 有听过艾成麻木地说 如果我现在死了也没关系 人生太无趣了 令他感到很担心 希望对方能对生活多一点感动 并学会享受生活 没想到最终仍以悲剧收尾 出生于1982年5月13日的艾成 本名蔡艾成 为马来西亚华裔男艺人 在2020年的时候 与女演员王童结婚 熬过数次婚姻危机的夫妻俩 说到未生子的原因 是因为王童属虎 所以希望在本命年 祈求一个虎宝宝 还称如果怀孕 就是上帝给的最好礼物 相信每一个听过艾成 与王童婚姻故事的人 都会为此感到心疼 当年妻子王童 曾被曝出跟同聚男星 马俊林假戏真作 一次介入他人婚姻 而艾成则因此被戴绿帽 当时形象全毁的王童 演艺工作全面停止 长达九个月没拍戏 于是他把时间都花在教会 跟艾成 张云精等人组团 当起视频博主 而面对前女友 发生不伦恋 那段期间 已经身为前男友的艾成 一路以来 都是最支持他的男人 据说 当时艾成曾一度瘦身30公斤 也在专访时透露王童的情况 认为王童因此是工作全无 但也换来能好好休息的时间 可趁机调养身体 彼时虽然与王童八年情断 但他强调与王童仍是好朋友 不过 媒体发现两人参加好友的婚礼时 虽然坐同桌却没互动 对此艾成反驳道 这么多年就算没结婚 还是会像家人一样 什么事情都会分享 而且在教会也会遇到 不可能完全不说话 而侵害配偶权的官司 在两年后悄悄落幕 王童和梁敏婷 已达成庭外和解 赔偿金也曝光 尽管没有先前外界传闻的400万 但似乎也接近百万左右 代价不小 此外 艾成后来也不计前嫌 与王童成功复合 并走入婚姻 除了艾成对戴绿帽的事情 二人的婚姻也是多有坎坷 当时多年的交往 一度因为艾成太过活在自己的世界 完全不关注王童的心情 出现了双方都心灰意冷的时期 说好彼此都冷静一下 而也就是那时 王童的忧郁症复发 加上工作上的纷扰 人生陷入了低潮期 王童回忆 自己不知怎么处理情绪 干脆逃避 甚至还想轻生 想对自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不过也就是这时 艾成惊觉不对劲 立刻回到王童身边 用尽心力再陪伴 对于这段经历 艾成说 都怪自己以前太骄傲 把自己放太高了 没有关心他 才让童童跌了跌 不仅如此 艾成曾经遭鬼附身 严重时情绪失控 无意识撞头 发抖 生活根本无法正常 也是王童细心陪着他 照顾他 后来王童出世 就换艾成呵护对方 才让这段 本来快要窒息的恋情 又有了重生机会 过去还曾有媒体传出 是因为王童家人的反对 才和交往多年的艾成 迟迟不结婚 但陷入事业低潮后 王童迅速和艾成登记结为夫妻 因此总有人认为 这是他停损 只屑地举措 王童虽然不认同这个说法 但的确有些关联 因为曾跌到谷底 王童才重新思考和艾成的关系 当时艾成希望在2020年7月7日结婚 但王童还是充满困惑 后来却接连在加油金额 停车阁 都看到跟期有关的数字 甚至连看天气 都显示下雨几率也是77% 对信仰很坚定的王童 相信这是神的旨意 决定要携手走完一生的人 非艾成莫属 哪知婚后 艾成又固态赴盟 忽略经营生活上的情趣 让王童决定在直播中 说出自己的心理感受 王童透露 其实婆婆一开始也不谅解她 觉得她怎么把儿子当作庸人一样 因为艾成在马来西亚时 被家人照顾得很好 从来都不用做家事 桌上的水杯空了 就立刻有妈妈来倒满 反倒是王童 从小就得躺起一个家的生计 更在家人手把手的教导之下 学会照料家里大小事 因此几乎从洗碗 擦地 洗衣服等家事 都是王童在婚后 一步一步教艾成 那时候 王童经常拍戏到很晚 艾成则几乎整日在家 久而久之 就成为两人分工的方式 只是艾成几乎少跟金地 以为只要把家事做好就行 从来不会主动关心王童的心情 所以又产生更多纠结 好在经过艾成解释后 婆婆也了解到双方的问题 才赶紧发声明 亲底一字一句为儿媳妇说话 艾成也承认 自己的确就是机器人 例如七夕情人节 艾成没做任何规划 更别说是订餐厅庆祝 甚至连结婚周年纪念日也没任何表示 因此看到王童在直播吐槽后 被网友骂 他为老婆感到心疼 而且在后续生活里尝试做出改变 比如说 在机器人言论引发争议后 王童陪着艾成到台中拍戏 知道老婆心情不好 途中艾成就去超商买了豆皮寿司和牛奶给老婆吃 没想到王童当下就在车上哭了出来 因为他没说想吃豆皮寿司 平常也没再喝牛奶 但那一刻艾成竟然知道他的感觉 也就是艾成这些微小而缓慢的变化 让王童对未来的生活又多了点信心 对于离婚 王童更是想都没想过 他认为东西坏了就是要修好 而不是直接丢掉 艾成也说 在这个世界上 他只在乎音乐以及王童 若没王童出现 这辈子可能都是孤单老人 他更是斩钉截铁的承诺 这辈子不可能背叛王童 而且在手机里面 连一个女艺人的电话都没有 两人从交往到结婚 度过了十年 王童透露 前面七年几乎都是自己在追着艾成跑 因为艾成一心一意只追求音乐 根本不在乎其他事情 很多人觉得是艾成比较爱他 但其实是他比较爱艾成 像是艾成对于饮食 有独特的坚持 有阵子只吃鱼肉 之前又有阵子天天只吃牛肉 而且是只要没吃到牛肉 就无法上台表演 所以那时候的王童 即使要到舞台 都准备了一个铁板和牛排 在后台煎给艾成吃 早前被问到是否有考虑要当爸爸 妈妈 走向下个阶段时 王童坦白说 自己心中其实还有疑虑 艾成梦乐的行为若是不改 自己恐怕要同时照顾 大小孩和小小孩 加上从14岁开始拍戏 将近20年的操劳 身体早就出现状况 若是不按时服药 会导致经期混乱 医师评估 若是持续服药 就不适合怀孕 因此两人目前在房室上面 还是会稍微注意 夫妻一直没有孩子 但好在两个互相扶持 也算幸福安稳 金艾成却突然逝世 真心希望王童能节哀顺便 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